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日本天后米西亚第一次听到周深的唱歌时 都惊讶地表示 他的声音像是从天上下来的一样 除此之外 还有高晓松 音乐诗人李坚 摇吻天王汪峰 都对周深的唱功表示深深的得到认可 但却一直都没有活起来 曾经意外被选中唱了大鱼 结果歌倒是火得稀里糊涂 人却没能够活得起来 甚至是当时还有人以为这是一个女孩子唱的歌 以至于大张伟都为此感叹 你怎么还不红啊 对啊 有着超强实力的周深 并应该被大众熟知 为什么一直被血藏那么久 长时间被变声通过唱歌才找回了自信 周深之所以有着现在的特殊的音色 是因为到了初中 大家都在变声的时候 他却意外地停留在了当时的声音 曾经还因为这个饱受校园的欺凌 而他也因为自己的声音 长时间都处在一个高度不自信的阶段 直到上了高中 因为热爱音乐周深参加了学校的唱歌比赛 凭借独特的唱腔赢得了不少师生的关注 一度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还曾代表学校派去参加歌手比赛 而通过音乐也让周深找回了遗失已久的自信 然而这一切都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周深在高中时因为高考实力 无奈只好在父母的建议之下 选择去了乌克兰学艺 但是由于语言障碍导致周深在医学院 也没能够有什么好的收获 日复一日的生活让周深一眼就看到了头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于是在瞒着父母的情况下 周深转到了声乐专业 因此在此前高中就有了一定的音乐基础 所以在声乐专业里周深还算是学得比较快 但是仅仅只过了一个学期 周深就因为声带使用过度换上了声带小节 但是事到如今 周深觉得音乐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所以他不愿意放弃 于是就找了另外一个声乐老师 一边治疗自己的声带 一边又在尽心尽力地继续着音乐学业 止步好声音16强 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乌克兰回来之后 2014年周深参加了中国好声音 因为有着特殊的音色 以及较为扎实的音乐功底 潜力无限的他 被那一导师一眼看中 加入了那一战队之后 周深更是毫无保留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那一也是对他倍加地赞赏 周深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给观众留下了印象最深刻的歌 还得属贝加尔湖畔 当时他和李维 而周深唱的是女声部 每当到周深演唱 他那空灵的歌声 如音绕梁地回荡在节目的现场 观众们开始惊呼 评委们也纷纷地站起来喝彩 纳音也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演唱结束之后 一向对于音乐审美极其严苛的李健 也忍不住对周深称赞 周深演唱了这首歌 让我看到了不同景色的倍加尔湖畔 本来以为观众的反应 加上导师的超高评价 可以让周深稳稳地晋级 但是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 周深直步了16强 告别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结果出来之后 周深立刻低头哭泣 他笑着说 我一直都想留在这个舞台 不是因为想要拿到什么名字 而是真心地想要把我的歌声传递给观众 周深在下台的时候 那应上前拥抱哽咽地说道 周深对不起 喜欢周深的观众们都很不理解 明明周深就更要胜一筹 为什么要被淘汰 以至于到现在一直都还有这种声音说道 中国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 歌手难道不就是应该作品比人红吗 一次偶然的机会 周深为大宇这首歌录了一个音乐小样 而在制作人听到了周深的声音之后 毫无犹豫地邀请了他来正式唱这首歌 加上当时是国曼父亲的时期 所以电影的火爆也带火了大宇这首歌 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唱大宇的周深到底是谁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周深的身上不止发生过一次 就连大张伟在节目中曾经也感慨到 周深你怎么还不红啊 你这太可惜了 有着超高的实力 加上一出季红的作品 自己却始终都被埋没在人群当中 面对这个话题周深却显得很佛系 但这也和他的自己的目标有关 周深解释道 我的终极目标就是留在舞台上唱歌 或许是好声音的实力 让他更加的珍惜每一次上台演唱的机会 更加精心的准备每一首演唱的歌曲 与人气相比 他更注重的是自己的作品和演出的效果 周深一直都信奉着一句话 作为歌手难道不就是应该歌曲比人红吗 如果相反人比歌还红那么还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歌手吗 被雪藏了多年的周深终于红了 如果说周深真正红的时候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 他身穿潮流的舞台服饰 在歌手的舞台上一个人用四种不同的声音演唱着打拉崩吧 他演绎的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神态 每一个动作都完全的不一样 华晨宇 肖敬腾在后台看的是目瞪口呆 而观众也看的是起了浑身鸡皮疙瘩 而第一次听周深唱歌的米西亚更是评价到 他的声音像是从天上下来的一样 而这一首歌也让周深一夜爆红 一举登上了热搜榜第一 之后网友更是称他为一曲风神 而在本季歌手当哪之年里 播放量最高最受欢迎的歌曲 也正是周深的这一首打拉崩吧 直接创造了一亿的播放量 如今周深终于火了 被雪藏了这么多年的周深 周深终于被更多的人知道 被更多的人喜欢彻底的红了之后 他似乎显得很淡定 并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名气迷失自我 反而是保持着当初对音乐的虔诚和热情 面对潮水般的掌声 他总是虚心笑纳 周深也在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们 人的一生很短 要尽可能的选择自己热爱的事情 并坚持下去 你会发现不是成功未来 而是时候未到 被称之为海妖的歌手周深 台上是天籁歌者台下是有趣的灵魂 周深之所以被称为海妖 是因为他空凌的嗓音绝美的吟唱 甚至是不用歌词 只啊的吟唱 让人听起来就很美 他的声音有着女生的音高和温情 也有男生的音质和力量 高晓松老师曾说到 周深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 是乐坛无人可取代的 他是介入女生和同声之间的魔音 独成一派的话 那就是乐坛上说的稀有的弦音 非常的纯净 非常的美 而他的歌几乎都是自己给自己和声 绝美的音色加上海妖式的吟唱 时不时的再来几段花枪 带给我们一种至高无上的美的享受 他是一个深情的天籁歌者 周深的代表作大鱼 是大鱼海棠的印象曲 从这首歌发布到现在 已经有了四年的时间 不但没有被大众遗忘 反而被广泛的传唱 很多明星歌手还翻唱过 周深在这首歌里 从开始的低音显唱 然后再娓娓道来 到最后的感情爆发 感情层次丰富 音色空灵动人 再加上歌曲结尾处的美声吟唱 成就了一首别人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 本以为这首歌已是最好的版本 但是今年在歌手的舞台上 周深用自己的努力 让我们看到了大鱼 不但成长了 而且还会飞 他用完美的舞台 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成长 白蛇缘起也是周深很棒的作品 刚开始的演唱 绘声空间 每一场都会唱这首歌 特别是开头的吟唱 真是开口贵啊 让人仿佛置身于白蛇青蛇的那种先进 让听者对于其中的故事充满着想象和期待 甚至是听了他的歌 让听者们能够走进影院 看自己本来不想看的影片 也就是音乐的魅力 周深的歌确实为电影的本身加分不少 他的歌的声音让人仿佛觉得是在漫天临间的凉风 也像是冬天里温暖的阳光 纯净的更像是洁白的雪 用丝丝如如的声音触动你的心 赶走你的烦恼 洗涤你的心灵 周深不管是在深入人心 我们的歌还是在今年的歌手当大之年的舞台上 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非常好听的作品 每首歌都让我们感到特别的喜欢 要说是最喜欢的呢 还是真的不太好选 Memory 达拉崩巴 那片海都是无数次单曲循环的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听听看 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好了 今天的资讯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